民主黨現在同分發生這個案子 現在再來的專家是領域 這個事情 表示說 便宜都已經進入臺灣 雖然是不一樣 不過已經也很增加 進入社區的風險 在吹三岸這會中心正式 同期中有一位四十幾個月 如正成建人員 靠近為本土未來 正在高大科學採檢 包括調會幾樓百歲 風業界人家屬基 透明正經採檢 他如正建完所謂的公司 對所謂相關的接觸宿 可能接觸者總共二十六人 因為這位情建完 已經四個兩家AZ五方車 是突破性感染 也陰氣國外擔心 後來本土疫情會再發生 如果他採檢下去 第一圈的這個陽性個案的人數 是沒有的 那我想我們就會稍微放心一點 但是如果採檢 第一圈下去的人數 有一定的百分比的被確診的話 那這代表的情況 就是說這個已經就是傳染的時間 會稍微長一點 洪主任表示 這件事件是一個驚訝 因為基準跟風險 相同一樣 都是高風險 苦效 一定會先對 情結完第一庫的接觸者 更大採檢 如果是一條的結果是 感染管不平 就要提高警告 如果過來感染科醫生任務 這件事代表 病毒已經正在過門 大好多增加在尋尋 社區的方向 能夠知道它的病毒型別 會有一些幫助 如果它的病毒型別是Omicron 那就在機場附近的機會 比較大一點 如果它的病毒型別是Delta的話 那就要考慮在住家附近的機會 也是有的 不過基本上 這件事情是一個景訊 代表病毒已經跨過國門了 如果靠近的情結完北京 重力的菜車擺打 因為民眾說 在發明前兩天都是有團燃力 在這沒東西時 也會把東西拿給消費者 雖然是北京過這個市場的民眾 都會提高警告 雖然現在民眾出門時 都會掛水暗 不過在這實驗座部分 比較有幫忙 不夠客氣 所以要讓考慮時 增加一些困難度 記者綜合佛督